王瞳被款衰小平!跳舞脚伤休养两个月! 父子春帮王瞳按摩脚!图民事提供!2018年3月31日! 艺人王瞳加入民事八点档幸福来了后,堪称灾难女王,连网友也叫她摔小平,让她哭笑不得! 她在戏里除了哭戏第一名以外,更是经常水里来火里去,让大家心疼不已! 近期剧情高潮迭起,除了小平恢复本民外,绑架她的父子春也顺利被逮捕! 王瞳还接拍民事金钟好戏微笑,累,拍戏将时间占满满,她还在忙碌中挤出时间参加《武力全开》的国标务竞技赛事,让人直称她是铁童,但她本人知俗地说,工作满当时最幸福的事情! 她日前在练舞时发生意外,过程中不是扭伤脚踝,却硬称到练舞结束才让爸爸再去就医,她表示这种痛感真的很难形容,真的很痛,但可能累过头,所以感觉有点奇妙! 王瞳,又加入电视剧幸福来了后,堪称灾难女王 图民事提供!2018年3月31日! 王瞳表示最近工作满当,没有好好休息,才会不小心让脚拐到,没想到去诊所就诊时,竟发现是脚韧带撕灭伤,医生当下立刻建议她转诊大医院骨科,但因后续工作已排满,她无法立即遵照医生建议。 不过,诊所医生强调,她必须暂停跳舞及至少吃药,休息两个月,让爸爸当场吓坏。 幸好幸福来了的剧情刚好是她在医院接受治疗,因此可以无为何感地拍戏,可说是不幸中的大幸,男友爱诚心疼蒙丁宁,要她吃腰跟伤口保养都要做到位,拍戏时爸爸也专人接送,让她大喊,我真的很幸福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